内房确实是很吸引的 内地的企业债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内房为主 但是过去一年 其实就发生很多不同的不离消息 最近都依然存在着 某些大人企业违约 有很多债务到期等等 到现在都未拆得点 那怎么呢 又高息很吸引 但是又有风险要留意 总体来说 内房在中国的内房债 占亚洲债的比重相当高 所以你不可以避免 不去投资 甚至去留意这个版块 当然内房的版块 涉及很多间不同的企业 有些是一些全国性 有些是一些地区性的内房分析公司 所以我们看 你不可以在这个图里面 在指数方面 当然我们觉得 就升高B 平级的企业是更加着素 当然这个风险相当高 你要懂得选择 那我们怎么看呢 第一就是中国的所谓市场化 不是不是那个城镇化的 那个比率是仍然比一些 成熟的经济体来得低的 所以那个光衰仍然相当强 那就是个人都要改善他的生活条件 要住一个比较好的屋子 但是在这么多间房地产开发商 我们要看看究竟他的部位 他的project究竟是哪些城市 究竟是一二城市 沿海城市 或者一些经济比较好的城市 还是一些内部受到西边的城市 那你要懂得找 那我们觉得呢 就是现在北京的政策 就是要去杠杆化 也都是说三条红线 所以我们要看究竟内房的政策 究竟是不是他们很积极去买地 或者很积极的套现 那就要分了 所以我们觉得在中间里面 其实有很多是值得投资 但是当然中间也都有一些 很明显的地雷 我们可以要避开 因为我也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观察个市场 很快和很贴市 那我也帮一些投资者问一下 就是既然那么多 这些风险因素 继续发酵着 其实现在的国际投资者 甚至大户 对于内房高息债 这个板法的兴趣 究竟是怎样呢 因为我有时刨一些报告 有很多大行 他们就反映一些 机油投资者的反应 就说其实很多都持续了 整个手都是了 很划算 估值很低 但是不敢加码 因为看到五月一直抛售 即是有些个别的星高B那些 那些传值 直接拉阔成五百点之以上 慢慢蔓延到两个B评级那些那些 如果我真的有兴趣的 我是怎样选择呢 其实在过去几个月 你刚才说了 有违约的情况 有政策的情况 令到其实这些 无论DoubleB或SingleB的板块 都受到几多的抛售 其实在抛售里面 我们看到有些人就是 我们透过言语 就是好的东西都扔出去 真的不管那么多就扔出去 要钱不要货 是的 但是变成了 其实就有很多宝 就在街上可以执 当然个别内房 因为有很多内房 不只是发行一个债券的 是发行不同所谓年期的债券 那我们在某些企业里面 其实它短期里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知道 其实它可能已经是 预先refinance了 已经预备了资金 甚至就知道 它有些销售楼宇的钱 回笼的时候 都足够给某些年期的了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我们可能未必 那么喜欢那间公司 但是我们知道 这间公司不会违约 或者短期里面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会选择一些 短期的债券 那有些短期债券 说的都十几二十厘的 是的 所以在买这个 特别高息债券里面 你一定要知道 你买着什么 还有知道那间企业 究竟它的现金流的情况 还有什么时候 它的债券到期 它有什么准备 是还那些债券 那么现在在这个环境下 你会推荐买 什么年期是最稳定的 我们现在暂时 WB和S&B的策略 都有少少不同的 如果是S&B的 我们都是买最多 去到2023 或者2024到期的债券 如果是WB 可能就去到2025 或者2026的债券 我们会做一个交易的动作 就是买出买入 就不会持久 可能五年以内的那些 那些比较好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